嗨大家好 歡迎收看超生少年 這一集是國家級的業配 台灣精品 什麼是台灣精品呢 台灣精品可以說是產業界的奧斯卡獎 從品質設計研發行銷這四項 來選出每一年的台灣精品獎 那為什麼我們會接受這種國家級的業配呢 回到我們頻道的宗旨 一開始我們創業這個頻道 就是希望大家能夠認識工業 學習工業 從工業當中學習到你的生活中 許多小嘗試跟小知識 就像是或許你經過旁邊一間工廠 看起來它好像沒什麼 但是它每一年會有幾百億美金的產品 你不覺得藝人驚人嗎 藝人驚人 幹好爛喔 而台灣呢 它是一個非常強大跟非常厲害的 手工跟五金工具的王國 而在台灣有非常多的隱形冠軍 就是你看起來好像沒什麼 但是它在世界上就是非常的有名 而台灣精品呢 它就像是個國家隊的概念 而國家隊還可以拿來幹嘛呢 就是會利用政府的力量 然後把你的東西推廣到世界各地 好比說阿蘇斯啊 吉安特啊 大銅電鍋啊 等等等等 點點點點點點啊 尤其是腳踏車行業 甚至是古今工業行業 台灣其實是非常厲害 非常驚人的 像我們之前拍工業調酒 滷喝滷或少女薰的那集當中 所使用的醒酒器 它也是台灣的那集 拍片不喝酒 喝酒 才拍片 那什麼叫國家隊的概念呢 國家隊就是可以把這種各項精品 跟各個公司 跟各個工廠所生產出來的 非常精緻的東西 帶到世界各地 而或者呢 就像是你的產品可以上我們的頻道啊 像這一集就是由國家隊來 贊助播出的 那怎麼樣參與國家隊呢 首先就是 把東西做好 把東西做棒 然後呢 付4000塊錢報名費 你就可以去參加台灣精品的獎項 得獎了之後呢 你就可以擁有這些資源 就是通常我們繳稅給政府嘛 然後政府就是運用這些資源 來照顧全世界的廠商 只照顧台灣的廠商 那過去為什麼大家都不知道呢 其實從以往 他們都是用B2B的模式為主 什麼叫做B2B呢 常常你在跟人家談判的時候 會聽到 我們是做B2B的 我們是做B2C的 我們是A2B的 我們是U2B的 我是做U2B的 什麼叫B2B呢 就是Business to Business 就是生意人對生意人 生理人對生理人 漏麻對漏麻 什麼叫B2C呢 就是Business to Customer 也就是生意人對一般大眾 也就像你在路邊遇到一些什麼 那為什麼以前要做B2B呢 就是因為以前國家隊的概念 就是他們希望世界各地的廠商 一起來採買這個東西 像是每年的五金工具展 甚至是每年世界各地的五金貿易展 那他們很多東西都是為了B2B 就是讓其他廠商看到這些東西 但是那些廠商呢 他們都要自己去盯展櫃啊 然後自己找Showgirl啊 然後或者是自己去布置他的裝潢啊 那也有可能去參加到一些爛展覽啊 但是國家隊 對 你就放心了 像是以前我們在東區 也有一道餐哥的啊 餐哥他每年送到歐美的訂單 大概是四千多萬 他每天都很囂張 但是他的英文程度呢 大概就是 Hello 但是他的單 還是永遠都是銷到世界各地 所以台灣金品他有一個好處 就是首先你把東西做好 其他的整合 或者是行銷 甚至是到產部的東西 這些東西你就交給國家去做 那你只要是負責把你的品質控管好 所有服務做好 所以千萬不要忘記菲薄 所以可能今天你在這邊生產 但是明天他已經銷到地球的另外一端了 所以呢 在以往台灣金品呢 他們就會利用國家的資源去做B2B的生意 就是幫助你把你的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 但是他們現在不一樣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找上我們 也就是接下來的台灣金品呢 他除了B2B之外 他甚至會做到B2C 也就是像現在拍YouTube的影片 讓大家知道 像台灣今年又產生了什麼樣很厲害 或者是很奇怪的商品呢 而現在因為網路發達了 所以大家能夠網路上選擇東西也越來越多了 不過也越來越多人喜歡選擇台灣品牌的東西 大同大同多貨號 所以到底什麼是台灣金品呢 這東西我們下次再拍一集再告訴大家 就是所有東西呢 你只要在商品上看到有貼上這樣子的小LOGO 它就成為台灣金品 創新台灣精彩世界 我們到底收人家多少錢啊 我不是這麼說的 應該是說我們頻道存在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推廣更多更厲害的工業給大家 所以我們剛剛說的國家隊的概念 就是透過政府的資源 幫你出去參展 或者是透過上我們的頻道 或者是透過許多更知名的YouTuber 甚至是更知名的平台 然後去讓大家知道你們公司的產品 而報名費只要4000塊錢 所以記得你去報名 你就有可能的機會出現在我們頻道喔 當然你也可以不用報名 直接給我們錢也可以 好啦 其實今天台灣金品 它有寄了一箱東西給我們 想要讓大家看一看 來氣節來冷冷 那我們就馬上開始吧 好 其實第一箱東西 它非常的有趣 也是我個人非常愛的東西 有沒有 神聖 這個包裝看起來很高雄 走在路上都時尚的起來 以前那黑道大哥 我們全部都會驗一下 那你現在是怎樣 然後這個牌子呢 這個LOGO很有趣 從右邊唸過來 叫做Walker 工作的人 但是它的牌子是從左邊唸過去的 叫做 Re-Car-Wall-All-Wall-Record 好 這東西拿來幹嘛的咧 打開之後它裡面長這個樣子 然後裡面這個小槍呢 它是拿來做什麼的 就是你曾經有沒有用過 就是像你做焊錫啊 電烙鐵啊 電路板啊 小板鍵啊 你都會用一種加熱槍有沒有 以前都大概長這樣 就以前喔 我們在做音響 還是做一些電源線 就是要互相相接的時候 還是你在改次汽車的時候 我們都會用到這種電導體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台灣長民 都會有用過的東西 就是像你要做水電的時候啊 還是你要做 喇叭線有沒有 一陣二負三接地 就是你在搓外場喇叭的時候 但是你都要拉長長的延長線 有沒有 每次你在使用的時候 你就要拉出一個長長的延長線 然後開始插電 然後接好之後咧 開始等它 對 沒錯 就等它 然後等到它加熱好了之後咧 你就會開始就是要看你要接電線啊 還是你要做音源線啊 音源線 還是你要做一些訊號線啊 那就是這種東西 之後呢 等它冷卻 然後你才能夠收回去 所以咧 從今天開始你就再也不用那麼麻煩了 來 什麼叫台灣精品呢 這東西跟洗漢有什麼樣的關聯 有沒有 當你打開的時候 它上面是一個藍藍的噴射火焰 就是 你可能就是可以拿來烤布雷啊 或者是拿來抽雪架啊 不要瞎掰好嗎 但是咧 離開的地方就在這裡了 首先你把它頭拆下來 你可以換上電料鐵的槍頭 你的槍頭換好之後咧 重新點燃它 有沒有看到很像一個噴射機型的聲音啊 然後你就看到這邊有紅紅的小亮點 然後這個時候呢 它其實速度非常快 你就可以馬上開始進行電落鐵啦 那這東西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今天你是要做水電的裝修啊 那個東西在一個比較麻煩的音架上啊 或者是今天你在梯子上的作業啊 你就不需要拉一個長長的延長線 然後從下面前到上面 而延長線的重量會導致你的手做得很酸 那這東西的好處就是 你身上你可能就可以插在小口袋裡面 你需要焊的時候 或者是你需要拆卸一些電子板件的時候 它就像是一個小瓦斯槍一樣 然後安全扣拉起來 按下去 它就開始加熱了 然後它旁邊這個咧 有一個調整大小火焰的地方 下面這個瓦斯桶呢 就很像它的電池一樣 如果你今天要關掉的話 對方便有一個按鈕 按下去 太關掉了 要記得用完的時候 它的槍頭也是會燙著 所以它裡面呢 有附一個小小的鐵板 看起來就是用兩mini的鍍心板 兩次折床折到 折完了之後的小鐵板 然後等它冷卻了之後呢 它裡面有一個小插槽 收起來就可以放在口袋 掰 然後另一個我非常推薦的功能呢 就是熱風槍 就當你在啟動的時候呢 它不會噴出火焰來 但是你會看到這個 前面有一個紅紅的點 就是每次當我呢 再做一些電線啊 然後把它接在一起的時候 你會喜歡用熱塑套 那熱塑套 我們要嘛就是老師傅 就是拿打火機來燒 然後要不然就是 拿一個電池式的熱風槍來燒 啊有些人比較慫的 就是會拿那個吹風機在那邊吹 然後這樣子 你看 三秒鐘 然後各位朋友 千萬不要拿打火機來弄熱塑套 曾經在小弟的面前 就是出現過一個畫面 我一個小朋友啊 他就拿打火機要去燒熱塑套 然後上面有一些那種 類似小棉線的小絲線嘛 就一燒之後 整個上面棉線燒起來 整個不會把它爆炸 就爆炸 整個不會把它燒掉 很多東西喔 還是謹慎至上 好 小心工作 小心生活 總而言之呢 它這一組裡面有非常多的槍口 它裡面的槍口呢 可以組啊 可以拿來切啊 可以拿來燒啊 或者是可以拿來彎啊 那基本上它全部就是用釘網瓦斯去驅動的 然後它在使用上呢 它像防風打火機一樣 但是它會很容易誤觸嘛 所以他們的公司呢 就有出一個安全扣 安全扣就是往上扳 往下壓 這樣才會啟動 而它跟防風打火機 最大的差異就是 它在灌釘網的時候呢 它們是用全金屬的瓦斯鋼瓦斯鋼 所以它用起來比較不會露氣 也比較安全 接下來 好 想不到我們啟動釘槍還沒介紹之前 我們先來介紹手動釘槍了 像在空壓機 Compressor的應用上面呢 你就會用到非常多種釘槍 但它的麻煩地方就是 你需要拉一台空壓機出去 而寶社他們的手工釘槍這方面呢 就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發跟製造 耗塵是目前市面上最省力的釘槍 歡迎全世界的警察來跟它挑戰 而它們釘槍另外厲害的地方呢 就是它在握把的部分的設計 也就是說呢 它耗塵是比一般的市售的釘槍還要更省力 而且能夠輕鬆的釘在木頭上 像這樣 我們拿我們會計小級的釘煮機師 它在虎口你下去的那個階段的時候 剩下三分之一的那個部分 它比較傾來一點 然後在這邊跟大家做一個釘槍的 是用省力教學 當然除了去買一些省力釘槍之外呢 你擠釘槍的時候啊 你千萬不要一直用虎口 這樣子去壓 所以它有一個重要的動作是 好比說你用虎口的力量 開始這樣子 但是如果你今天加上手肘的力量 開始這樣子 差很多啊 那它們號稱喔 一般大概打3000槍到5000槍 你的壽命就結束了 它們可以打2萬槍 歡迎鏡頭前面你 如果打完2萬槍的朋友 你可以告訴我感覺怎麼樣 然後它前面這邊有一個 可以讓你潤滑低油的地方 有時候打槍需要潤滑一下 會比較順 然後當你看到這個小開口 它摸著釘的位置 已經快要不見的時候 你就大概還能夠打10槍 它們除了釘槍之外呢 它們在文具方面也發展了非常多樣的產品 This is a notebook 這是一本筆記本 而這筆記本有什麼樣的不一樣呢 首先你當打開筆記本的時候 今天旁邊就會有那種疾巴同事 旁邊就會有一些跟你共識的同事想說 欸你還借我幾乎抓了 當你每次把紙撕下來的時候 是不是它就沒有用了呢 這東西叫做香菇孔 輸入去的紙就再也回不來 但是它們的紙 回來了 所以呢它們這種筆記本 像我們有那種強迫症的 就完美主義的 你容不下你的一本書裡面 有被撕掉任何一頁 你就可以買這種筆記本 所以像我們這種超認真愛讀書的小朋友 你就可以回去把你的資料和你的筆記本 然後全部重新排列跟整合在一本 雖然有時候我們偶爾工作忙 我們去上課啊 或者是翹課啊 還是去做一些別的事情啊 你就可以用一兩張紙 然後先大概把筆記本寫在上面之後呢 回來自己重新組裝重新拼貼 那最後呢除了工業到文具之外 還有什麼東西你可以參加台灣精品呢 原來這集是個魔術表演 這也沒錯 其實從工業到五金 然後甚至到文具 甚至到腳踏車 它什麼東西都可以參加台灣精品 所以三秒焦瞬間焦也是可以的 大家有沒有喝過北迴木瓜牛奶啊 跟它一點關係都沒有 北迴其實在我們五金裝修業裡面啊 甚至你去很多大賣場 還是去鎮魚五金啊 還是去什麼大萊生五金行啊 甚至是一些連鎖的生活五金行 量販店 你都算是很常可以看到的東西 那使用上非常簡單 就是你包裝拆開之後咧 你只要把它活扣往內轉 轉到最後的時候 要大力壓一下 這樣子它就開了 那他們北迴呢 其實有幫非常多的人代工 像是 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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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一定要跟大家講 就是一般來說我們用塑膠包裝去擠的三秒膠呢 就是你就是用手指按壓就可以擠出來了嘛 廢話 那彈性旅館在使用上呢 其實你的手勢就跟大約有點不一樣 像一般三秒膠你可能會用薑紙拿 但是彈性旅館 小弟的個人建議你可以薑紙拿 用像一個鳥行嘴的擠壓方法 為什麼呢 因為彈性旅館很有彈性嘛 它的使用上會跟你以往用塑膠包裝的使用上 你會有一種手感上的差異 因為塑膠包裝的瞬間膠 它在使用上面它裡面會有一個氣壓式的效果 但彈性旅館它使用上呢 你的手感跟你以往想像的視覺感受會不太一樣 所以一般人在使用這種旅館的瞬間膠呢 你會覺得它好像工藝的液體不是這麼均勻 但其實它有一個最大的重點就是在你手勢使用上的不同 所以這個時候你的大拇指可以去比較服貼它 你去擠的時候就可以擠出這樣漂亮的一條線 那以前在大家使用那種小管式的瞬間膠上面包管是不是很麻煩 就是你放在上面它就很容易倒 所以他們的設計就是下面有一個很像火箭發射台的台座一樣 那怎麼樣保管呢 3 2 1 像這樣 而大家以前都會有一種江湖傳說就是 三秒教放冰箱 其實我告訴你是沒有用的 總而言之在三秒教的使用上呢 如果你用完之後請記得把你的頭部擦拭乾淨 這樣子才能夠使用的長長久久 而假設今天你的小朋友要使用三秒教呢 請記得把它戴上矽膠式的手套 戴上護目鏡 那個是保護你小朋友的安全 那他們跟別的強力膠也差在於是說 它的揮發性的氣體不會這麼強 所以你聞不到那個強烈的臭味 如果你今天你手真的被三秒教銭到了 那請記得趕快去重拭熱水 或者是用酒精 然後輕輕的把它就可以戳開了 千萬不要硬碌 你會受傷 或者是今天你被黏住你可以當媽祖 好 那台灣金品的項目當然不只這一些 它從大到小 從左到右 從前到後 其實它有包含非常多爆奧外相的產品 也是每一年會代表台灣 去世界各地參加餐展的台灣金品 所以從今以後 各位朋友 其實你都可以在市面上去買到 屬於台灣金品的很棒的產品 你也可以參加台灣金品 只要四千塊錢 你就有機會可以到世界各地去展覽囉 然後為了報答我們每次都看到最後的朋友們 我們這次一樣會送出 前面非常厲害的丁槍跟烙鐵柱 來送給你們 只要你分享這支影片 然後hashtag台灣精品 然後乖乖的到我們留言的下面去填表單 然後我們漂亮的製作人就會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 然後來送給大家 往下來就是一個很敢送東西的頻道 感謝台灣精品 放心台灣 踩世界 當然各位朋友如果你想要認識更多的台灣精品 都歡迎你到他們的官方網站上面去操作 你就可以看到琳朗滿目 暴羅萬象的台灣精品 跟台灣的許多隱形冠軍 說不定就在你家隔壁而已 這樣有順嗎 有順 那各位朋友如果你還希望我們去開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開完送給大家的話 都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支持我們的影片 我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留言 訂閱跟分享我們的頻道 這是台灣生少年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以前還有聽過那個 華氏關公好戲一點點 統一附近望華阿江田 幹什麼聽過啊 你沒聽過 你沒聽過 我沒聽過 你在这邊看